是 你在狼群里混过 在哪儿 多久 小的时候 我在万年县山里走丢了 一群狼收留了我 混了有两年多 所以我的身上自觉不自觉地 就会带出狼信 我爹娘后来带着猎户 把那群狼给打死了 他们 把我用 把我用 你其实并不想回来 不想回来又能怎么样 他们已经死了 我是回回不去 进进不来呀 你不该杀了辽孔 这不是狼的作为 我知道 其实 我这心里也不知道自己 到底是人 还是狼 你看 把她带走吧 好 师傅 你应该真是绝了 让我假装在萧大人的床上 发现了很多脚印 生生骗的那姜萍认了罪 你跟我说说 你当时怎么就那么肯定 姜萍她不会过来查看呢 简单啊 因为我说这是她犯的第三个错误 而前两个错误都是确实的 我先抛出来 她被人说中了就会发慌 就想不到验证了 只不过 第三个才是最重要的 前两个呢 并不能完全地牵连到她身上 因为她确实做了 也就无法跳出来想这件事 所以最后呢 她就只好认罪了 真有道理 我又学了一招 你要是想骗一个人 一定要把那句关键的谎话 包在一大堆实话里 我说的对吧 挺好看的 可以啊 那我岂不是要谢谢你 不客气 我的乖徒弟啊 你能不能不要每一件事情 都学得那么快 那要看我的师父是谁了 师父 你到底 是什么时候认定 那个凶手就是姜平的 你觉得呢 哦 我觉得 我在 盘问那些和尚的时候 我们得知两空 其实水性很好 怎么会 我就是能掐会算 也算不出来 了空是他表弟啊 那个时候我跟你一样 我只是刚刚地意识到 了空可能是帮凶 那天 在萧府门外 你说这几天都不会下雨 杀手也许已经潜入了萧府 哎呀 别提了 你忘了 那时候 你说要去查萧府的家丁和仆人 我不是跟你一块儿去了吗 嗯 那一定是姜平把那黑袍子交给你 说是在前床下捡当的时候 对吧 那个时候我不能肯定是他呀 那到底是什么时候啊 其实我和你一样 就是当她扑向李秀一的时候 什么 怎么会 你是说 那时你也只是认定杀手 是我们中的一个 但具体是哪一个 你也不知道啊 没错 就连两空淹死的时候 我那天跑得差点断了气 我怎么看得清楚啊 至于江萍说的那句瞎话 我只是牵连到她身上 那你怎么那么肯定 江萍会忍不住跳出来呢 我不肯定 我只是相信李秀一嘛 李秀一 原来是这样啊 他一定跟你说过 他和狼混过 所以你知道 他会模仿 争抢头狼的姿态和叫声 而杀手身上也有狼性 一定呢 就会中这一招的 你们男人有没有 这种秘密 宁可和对手分享 也不告诉女人 气死我了 不不不不 他什么都没告诉过我 只是有一次他纠正我 说他手里一直在玩的 不是狗爪子 而是狼爪子 惊艳告诉我 一个男人永远不离身的东西 一定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也许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我把识别出 这个人狼的宝 押在了李秀一身上 幸运的是呢 他没有让我们失望 你要是真想知道 他和狼的故事 那你就找他好好聊聊 不用了 我明白了 师父 你在弹琴的时候 能让我在旁边听吗 等以后吧 这个月月圆我要出去一趟 去哪儿啊 扫墓 和狼的宝 мор的宝宝 要遭灯 太阳きます 寻者 和狼的贴心 你 abstract brain 是ベh 到了 李大人哪 就让我这头狼 再帮你一回吧 江萍这赚钱的方法 是有一套啊 咱们也弄事 狼皮发这个财 你还行不行 我看成 你看狼皮怎么皮在他身上啊 就是啊 大人 兄弟老弟 你还是这急脾气 结案的文书我刚刚递上去 这个赏金 你就算是明天来取 也少不了你的啊 我是小本买卖 一日一节 才有明天忙 也好也好 一日一节 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几番波折总算是破了 真想不下 真想不到居然是我手下的人 太可恶了 他简直就是一条披着人皮的狼 还是多亏了你啊 之前呢 发生了一些波折 咱们之间纯属误会 还望你千万不要计较啊 我还要这么多 什么 还有 这一笔 我要这个数的一倍 一文都不能少 现在就要 之前帮会那一笔 五五开 我已经算给你了 我说的是这一笔 这 这一笔 这江平虽然最后是你拿住的 可你总不能说都是你的功劳吧 那天你也在场 要不是独孤众平 这 我怎么也得给他五成啊 你这一半比照他的 再让我两成 也是咱们早就说好的嘛 我指的不是江平这个案子 江平这个案子是独孤众平破的 我一文都不要 我不会占他的便宜 你呢 也别想利用我占他的便宜 时程 都得给独孤众平 我 那你说的是 我说的是 这一笔 大人 这么重要的东西 居然掉在了院子里头 幸亏被我捡到了 你说你拿什么 去跟那位大人交差啊 要是这个东西 烙在了你对手手里 那会怎么样 别别别 别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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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于老弟 您要是最近手头确实紧 凭咱们的交情直说就是 何必来这一套 这样做买卖 你以后的路是越走越窄了 大人 正因为咱俩的交情 我才给你机会买条活路 别忘了 独孤众平的时程 一文都不须少 空的 你你你耍我 大人 我这可是便宜卖给你一条活路啊 你还真打算把里面的奏章 交给这位全是勋天的大人吗 怎么说 怎么说 我是不懂官场 可我懂江湖 你以为抓了江平这一条狼 这长安城里就没有虎 没有豹 没有蛇蟹了 写这奏章的人得死 看过奏章的人 也不让人那么放心啊 可是我 我以前认识一头狼 是头狼 我们两个成了好朋友 有一天 他被列家子夹住了爪子 我拼了命 用镰刀砍下了他的爪子 他才有机会逃生 那次以后 他和他的狼群就吐着我 再也不和我亲近了 我当时不明白 我就去山里去追 去找 还是没有 后来我做了金武卫才明白过来 原来这狼是通人性的 可他比人善良 如果是人 他会表面上感谢我 连心里却记合我 甚至将来会找机会杀了我 只因为 我见到一个强者最无助的时刻 二郎 这是远远地躲开了我罢了 那我应该怎么办 把这个皮筒交给那位大人 就说里面的东西 怕人多眼杂替他烧了 说这话的时候 要表现得有点言不由衷 我明白了 他就不敢轻举妄动 身官发财就别想了 保命要紧 对 对 保命要紧 老弟 这真是一条保命的活路 多谢老弟 谢什么谢 要不是白给的 把这个给江平 让他死的时候有点狼样 买定离手啊 买定离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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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就要开了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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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刀 来来来来 继续下注啊 买定离手买定离手 买定离手 好 输得好 整个都拿去啊 压大离手 小大 还是大 小 小 小 这就对了嘛 倒霉啊 来 继续下 继续下 买定离手 压大 这是有病的 连开十把小 我偏要压大 开 跟着压大 好 买定离手买定离手啊 这会压大压小啊 开了 开了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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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小 小 就是小 这些全压上 继续下荡 继续下荡 李老弟 你这是唱了哪个初啊 凭你的手段 怎么会这么个书房啊 小啊 请说 请说 老子今天无碗口茶 专铺来这儿打乐子 不输钱还有什么乐子啊 输钱找乐子 还要大 开 开 我赌了这么多年 还得同一次听说啊 开啊 你倒是 这边一样 还要大手 还是要大 开开开 开开开开开 小 小 小 开了 好 我说李老弟 你什么时候 把你手上的本事 也教教我啊 你想学啊 想学呢 你得先学会书 压大压小 压大压小 来 继续压大 来 这些 全部压大 师父 起来吧 算我倒霉 谁让我摊上你了呢 你小子就是狼性入骨 心态硬 师父 我跟定你了 要想跟着我 那你得先学点吃喝玩乐的本事 软软性子 好 来来来 买定离手 买定离手啊 抓紧时间了 来 我要小 我要小 刚呀小 手呀大 我是小 太大 小的 开 小 又是小 好 这位客官真是好手机啊 太棒了 师父 来来来 好手机客官 给你 来来来 再来一盘 买定离手 买定离手 好了吗 来 咱们压大 来了 开 这回是大 这位客官又赢了 真是好手机啊 来来来 你们先玩会儿啊 我喝口水 客官慢走 来 咱继续啊 买定离手 来了 好 来来 买定离手 买定离手啊 抓紧时间了 来 开 又是想 这位客官真是好手机啊 师父 你教教我吧 好手机客官 香学啊 请 你现在 先把这些钱 都给我输出去 好 都输了 等你学会了输钱 越输越乐乐 我就教你 来 来来来 来 客官慢走 来 咱继续啊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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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啊 来来 来 来来来来 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我们一起找他吧 毒伏兄竟然亲自出面 求我帮忙 看来这个方驼子 对你真的很重要 你见她的时候在哪个房 到了那个房 如何找她 请 今儿你的宝贝徒弟 怎么没跟来啊 这件事情他不需要知道 看来谁都喜欢 藏起自己的秘密 窥探别人的秘密 你总看我干什么 你不觉得奇怪吗 咱们俩居然这样 招摇过市地 走在长安的大街上 有什么奇怪的 当然奇怪了 这知道的 以为咱俩是探案找线索 才靠那么近 原因是怕对方得到便宜后 甩开自己 这不知道的 还以为咱俩 是什么关系呢 我已经过了 在乎别人想法的年纪 情人 端妄 走了这么久 到底是哪里呀 你说这里 西市啊 那天我追到这儿 眼看就要追上了 可一眨眼的功夫 他就不见了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 他应该就在 有这两个字的地方 开源 就是这儿 应该没错 原来开源 就是这两家铺子 各取一个字 方口就是中间的通道 客官 您慢走啊 好好好 再来啊 不用送了 不用送了 回去吧 两位客爷 来了 来来来 里面请 里面请 好 我们这儿啊 有多年的沉酿 两位爷可以品尝一下 还有啊 今天我们刚攒了一只羊 来来 里边请 里边请 来 这边 来 请问两位谁是小爽子爷 我是 您就是小爽子爷 有位客爷说 要是有个叫小爽子的人来 就请到雅尖稍坐 他马上回来 跟你有事要谈 这位客爷是不是个驼子 对对对 他就是一个驼子 他还说了些什么 没有了 我只是个跑堂的伙计 根本就不认识他 既然是这样 我们就上去吧 走 不不不不 那行吧 小爽子爷 咱走吧 小心点儿 两位客爷 请 两位请稍候 好 看来你这个朋友 是要请我们吃饭啊 他和你还算得上叙旧 可偷偷在背后调查我 到底是什么意思 怎么啦 有没有酒啊 这不就是吗 这酒不能喝 这就是什么酒 难道你没有发现 这个酒店里没有一丝酒气吗 这酒店里没有一丝酒 你走不住了 你见鬼 外面一个人都没了 快 快 别让我跑了 快 这边 都是脏物 我们得栽赃吧 快走啊 快 快楼上 抓住他们 快 这边三楼 走 我没事 抓住他们 快点 快点 在里面 快 快 你们俩去里面 是 肯定在 没有 让开 快点 跟我到下面去走 是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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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里面没人 走 这帮人哪儿呢 是那位 由宦官们统领 直属皇上的 是 幸亏你反应得快 你这朋友可不怎么仗义啊 给我们设一红门燕 他没想让我死 要真想让我死 他就放个死人在那儿 亏得你反应快 不然我们非着了道不可 看来 看来你对这首还挺熟悉啊 方驮子毕竟不是千面佛 他找的药英不小 露底了 千面佛 你认识千面佛 曾经认识 你和千面佛他们是一伙的吧 按你这么说 全天下人都是一伙的 那又怎么样 还不是逗得你死我活 别动 师父 师父 怎么回事 师父 小蘑菇让人杀了 这下是在抢劫啊 可脏物还在 完了 我们上当了 这是个套 什么 千面佛 你到底还是不肯放过我 千面佛 千面佛是谁 师父我骗子的头 小芒果 你被包围了 快出来吧 快出来 没事 是左经无畏的人 跟他们解释一下就行了 快出来 说不清了 左经无畏的人和我有仇 千面佛都设计好了 那 听着 师父如果过不了这一劫 死了 你不许再挡差 更不许生枝 听明白了吗 开门吧 小芒果 跑不了了 为什么 为你好 没我照着 你不适合在官场上混 开门 凭你跟我学的本事 在江湖上混饭吃吧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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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开门 记住 所有的官都是狗 开门 只有狗才能做官 可你是狼 软了性子 也还是狼 狼虽然狠 可是斗不过狗的 因为狼没有狗赖 我不会看错的 答应我 开门的小芒果 师父 答应我 跑不了了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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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芒果 等你醒过来 放机灵点 别说错话 刘桥 怎么回事 你把他给杀了 刘桥还杀了个手 刘桥 刘桥 师弟 好久不见啊 师兄 是啊 师弟 有三年了吧 自当你离开衙门 我们就没见过面了 现在混得不错 当上总捕头了 当年要不是你离开 这总捕头位置 怎么也是你的 师弟 当年为什么离开 师父有过话 不让我在衙门干了 这位置就该是你的 人带了吗 带来了 出来吧 闻姑娘 这位是我在洛阳的高师兄 这位是维姑娘 我们在长安合伙做些买卖 谁和你合伙做买卖 我是又惊无畏的 和你是同行 随你怎么说吧 你让我查的人 我已经请我高师兄给你查清楚了 不过这件事 我想还是由我高师兄跟你说吧 你心里更好受点 高师兄 闻姑娘要查的这位画中女子 我已经查到 她姓柳明婉儿 是洛阳有名的琴师 家里几辈都是以娇琴为生 不过三年前 她不知为何 突然从家中出走 至今下落不明 什么 下落不明 你们怎么肯定 这个刘婉儿她就是 这奔雷琴 可是前朝姬康用过的名琴 本就属于柳家 这洛阳城 凡是附庸风雅的 几乎没有不知道的 高师兄 你这么说她是不会信的 还是把人叫出来吧 嗯 这位就是刘婉儿的表妹 我是好不容易才寻到她的 胡姑娘 这两位就是请你到这儿来的人 李秀一 韦姑娘 胡相见过二位 听说我表姐的下落 你们已经查到了 还不算查到 不过 听说你表姐有一张很名贵的琴 叫奔雷是吗 是啊是啊 那是我表姐最心爱之物呢 这张琴如今落到一个男人手里 这个人还跟你表姐学过琴 你认不认识独孤仲平 独孤仲平 是啊 没听说过这个名字啊 没听说过 这奔雷琴现在就在她手上 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那琴 曾被表姐扔到火里 后来她离家出走的时候 又一起带走了 对 那琴修补过应该就是那张了 没错 那你表姐为什么会把琴扔到火里呢 因为一个骗子 她骗了我 也骗了表姐 自打我把她揭穿了 表姐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了 表姐她是用情太深了 接受不了这个真相 那 那骗子叫什么名字 你还记得吗 潘爽 我到死都不会忘记这个名字 她害了我 也害了表姐 真是谷有庞安 今有潘爽啊 都是有才有貌有缺德的主 骗子嘛 有十七八个名字也不奇怪 你说这事瞧不瞧啊 前两天我和你师父在一起喝酒 就听到有人叫她小爽子 这事要不要查清楚 就看维姑娘你了 你跟你师父学了这么久 也破了几桩大案子 该怎么查清真相 不用我教你了吧 好 你们听我的安排吧 你搭得多大都不够用啊 这些野狗知道了这有暖和的窝 又有吃的 还不得把全长安的狗朋友都喊来 就算都叫来我也要管 你去把赏金给叫花子 倒不如拿出来养狗 等着瞧吧 碧莲跟你急 我可不管啊 你看那儿 碧莲姐才不像你那么狠心呢 你去把那几块木头帮我拿过来 我才锯了一半 为什么我去啊 还说呢 只要你买那些狗皮的 就算是烦你了 快去呀 真麻烦 快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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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蛋来了 别着急 要想弄进你表姐的下落 就不能进 什么毒蛊重品 他就是潘爽 表姐的下落 他一定知道 如果他不老实交代 你们就报关把他抓起来 胡姑娘 别着急 要想抓他 什么时候都行 来 不如你跟我们说说 这个潘爽 到底是怎么骗你表姐的 这事 得从她骗我开始讲起 大概是五年前 那时候我还是姑娘家 爹娘给我定了门 和守备家公子的亲事 置办了许多值钱的嫁妆 打发我出嫁 这亲事都是没人 在中间说和她 这守备家的公子 我的家人都没有见过 迎亲的那天 新郎领着一对人 吹吹打打地来了 就是这个潘术 因为有没人在 我爹娘没有任何怀疑的 就把我交给了他们 后来我才知道 她根本就不是什么 守备家的公子 我上了迎亲的马车 逐渐发现有些不对 我虽然不知道 守备家的确切地址 但我发现他们 却是在往郊外走 而且越走越荒疲 我家送亲的人 也被他们故意甩在后面 我把新郎叫过来问 潘爽又顺随跟我扯了 郎君啊 我们这是往哪里走啊 去我舅舅家歇歇脚 我越想越觉得不对 就留了个心眼 昔城 je of gm 要你给你一海 只让在哪里走 他怎么看 你要打哪里 虽然 这个时候 潘爽上了我的车 娘子 我们遇上打劫的了 是我遇上打劫的了吧 你们是想要这个吗 临上车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们有些古怪 我就根本没让他们 把值钱的嫁妆 往这里面装 天火烧雾 铁包坊落底了 只剩规矩吧 我 我 风大出水 撤户了 撤户 撤户了 都别乱动 听着 你们都给我让你 不然我就要了他的命 给我赶车 不然 我就一刀杀了你 好 娘子有话好说 我听你的就是了 驾 别动 药印在他手里呢 别乱来 多亏我集中生殖 用潘爽着骗子当挡箭牌 逃了出来 我 你什么时候 你就是 你生命的 还没有 你生命的 你生命的 那是 要不你跟我们说说 这位并不高明的骗子 到底骗了你表姐 什么东西啊 就是为那张奔雷琴 那是前朝姬康用过的 很值钱 可她万万想不到的是 刘婉儿的表妹居然会是我 不 而我表姐 会特意请我去看她 婉儿姐 你到底要我看谁嘛 你先别问嘛 你先看一下 然后告诉我印象怎么样 那你不说她是你的谁 我怎么知道说好还是不好啊 你个小女子 一出嫁之后就学坏了 谁要你顺着我说的 好了好了 好姐姐 我保证啊 实话实说 走 好 着痛 好 好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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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什么意思 娘 娘 谁呀 他就是冒充 守备家的公子 冒充新郎官 要骗我嫁重 还差点害了我性命的人 你再想想 他有没有从你这儿 骗走什么东西啊 东西 我只是答应过他 等他学成了 我就把班雷琴 送给他瘫痪的妹妹 那就是了 傻姐姐 在他眼里 全天下的女人 都是他可骗的妹妹 我要找他问问去 不行 我跟你一块儿去 不然你又被他的 华音乔语给骗了 走 不 这不可能 这里面一定有缘故的 表姐听了这消息 也是你这副样子 可事实就是事实 他们这伙人 就是专门骗的 他干的这伙儿叫耀英 这是专门 引人入骗局的钩子 尤其是又骗你们这些 无知少女 你怎么知道 我当然知道 我抓的第一个人 就是这么个小白脸 只不过 他是靠娇琴行骗的 当时 我把他的手指 一根一根地 都给砸断了 我去问问他 不行 万一他要是逃了怎么办 那我表姐的下落 就再也查不清楚了 不妨试试 虎姑娘 我看维姑娘 不会那么莽撞 再说 她要是逃了 维姑娘第一个就不答应 来 虎姑娘 你在长安 先安心地住下来 杭师兄 刚师兄 一会儿 你帮我安顿一下虎姑娘 等我消息吧 好的 害死师父的千变佛 也有眉目了 你说的是真的 刚才说的那个独孤仲平 以前就是千变佛的手下 不过现在不在一块儿了 通过他 我已经找到了这伙人的踪迹 师弟 没想到这么多年 你一直没有放弃对他的追查 师父不是说我狼性入骨吗 这要被狼咬住的东西 可是死都不会撒嘴的 雅大 快点啊 买定离手了 雅大 大 客官 大 行 我还是压小 信我就压小 今儿庄稼大出血了 快快开啊 快一下 快下 来 开一下 再一下 再一下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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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老弟 来 今天是想赢还是想输啊 来来来来来 再来来来 还没想好 怎么 来来来来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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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什么伤了 这哪儿轮得到我宴哪 其实他这么死了也好 没错 省得相干的不相干的 再搭进去几条人命 反正他也是个死的 那个余大人听说之后啊 把你送来的狼皮转了过去 嘱咐他们 让他们埋人的尸子给他穿上 好 好啊 这世界 真探娘的混账 谁又不是一张皮套一张皮呢 只不过看你 死的时候穿哪张罢了 好 老子想好了 今天我要输钱 而且要输个痛快 这些全有了 押天门 大小都是输 来 开放 公官 您都押了 开 走 来来来